吻老爹 趕電玩 大家好 來 今天老爹 又要來報索我們的鋼鐵騎士 好 至於這個競技場 來 老爹還是一直沒辦法全勝 還是沒有辦法全勝 來 我們看一下戰報 老爹有時候還是會輸給這個 闊於勞工 沒問題啊 那麼 老爹又持續強化 直到有一天 沒有人可以擊敗 老爹為止 好來 我們先 這一次一樣 湊個100張黑卷 拉扣 超商 禮儀抱去 好 我買 我再買 我買不完 金幣不買啦 我金幣真的太多啦 金幣老爹已經多到爆炸啦 各位觀眾 所以就不買啦 好 還有什麼可以買 好 應該沒有啦 然後我們就來 回答各位的問題 老爹 老爹 你是怎麼跟你老婆認識的 老爹跟老爹的老婆認識哦 是老爹的這個大學同學哦 介紹的哦 這個老爹的大學同學介紹的哦 就是 有一次啊 這個10年前啊 老爹啊 換了一台車哦 那時候 覺得很帥氣 很怕哦 然後就跟我同學說啊 能不能幫我介紹一個 其他 我想要玩 我想要玩個幾年哦 然後再來認真的 談感情結婚哦 因為老爹啊 每一任女朋友哦 都交往好多好多好多年哦 老爹前前後 只交過三個女朋友 三個啊 然後 就覺得自己都 都沒有玩到啊 那時候啊 年輕的時候啊 就覺得自己都沒有 交往多一點女朋友啊 所以就跟我的朋友問說啊 這個啊 因為我朋友在百貨公司 的這個專櫃的這個 公司上班哦 我就說 你們櫃上都是櫃姐耶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介紹個 正妹給我啊 然後呢 這個老爹的大學同學哦 就帶我去 去認識哦 當初哦 我這個大學同學 本來想要介紹A給我認識啊 結果 老爹到那個專櫃啊 A沒有上班啊 因此 那時候只有B在這個公司哦 那這個B呢 就是老爹的這個老婆 我一看到她 我就覺得 就是尼亞皮卡丘 然後呢 展開熱烈的追求 好像追了 追了 追了一兩個月吧 有點忘記有點久了哦 那我 我追我老婆哦 有一個很經典的事情哦 有一次啊 我們 老爹的大學同學 約這個 這個我老婆出來哦 然後還有他們公司的同事哦 然後出來唱歌唱到一半的時候 我老婆 就是 跟這個櫃檯哦 唱歌的時候 問那個櫃檯說 你們有沒有牙籤啊 然後那個櫃檯說 剛好用完了 然後我呢 就跑到樓下 電地商店 埋了一整盒的牙籤 送給他 這是我老婆跟我講說 事後啊 覺得我很好笑的一件事情哦 你有一根牙籤是吧 我給你一整盒啊 讓你用不完啊 哦 再來 Peter Line 獵人 老爹會去玩嗎 好 這個老爹也不知道哦 老爹到時候會看情況哦 老爹目前手上的遊戲真的蠻多的哦 獵人會不會去玩 我真的不知道哦 目前沒感覺哦 目前我還不曉得哦 像那個灌籃高手 老爹是從 好幾個月前 就已經決定我會去玩哦 因為這個遊戲我真的是 這個 灌籃高手老爹本來就有愛哦 那獵人呢 老爹到時候會看情況 好 再來 不一定哦 進水連衣 老爹的King是不是沒啥提升 這輸出看起來不是老爹的強悍風格 老爹的King為什麼輸出這麼低哦 來 我們看一下哦 起日 老爹有天賦哦 全部都是點這個防禦類的哦 你看哦 格擋強度 滿 格擋 格擋率滿 絕技抗性滿 抗暴率滿 免傷率滿 可是老爹的傷害率沒滿 破擊率沒滿 絕技傷害也沒滿 暴擊強度也沒滿哦 老爹本來就是走這個肉盾流的哦 所以 打出來傷害自然而然就比較低啦 嗯 I-N-S-A-N U-T-O-B 老爹會玩一拳 陸服的嗎 呃 原則上不會啦 不會啦 老爹玩遊戲比較喜歡玩 這個台港澳服哦 因為 語言才通得了哦 語言才通得了哦 所以老爹不會去玩陸服 令憲章 如果有人比你強 你會繼續練嗎 沒問題哦 有人比老爹強 老爹當然會繼續練啊 現在沒有人比老爹強 老爹還不是繼續練啊 好 好 哦 中啦 各位觀眾啊 我等你等得好苦啊 鋼鐵騎士你知道嗎 你知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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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等的花兒 也卸了 各位觀眾 其中老爹 隆重介紹我們的 鋼鐵騎士的鋼 鋼鐵騎士的是 鋼鐵騎士啊 技術騎士啊 終於抽到啦 我等你等得好苦啊 好 沒問題 我們馬上來強化 強化 鋼鐵騎士 接觸選擇 來 來 加攻擊力420 很多耶 還差 還差120張可以六星喔 沒關係 我們繼續 好 再來 Jason Lee 老爹會讓小孩玩手遊嗎 如果他們玩手遊 要課金儲值 老爹最大的限度 是一個月給小孩 多少儲值金 如果老爹小孩要玩遊戲 要課金 坦白說 我會同意 我會同意 因為他的爸爸就是 課金超人 什麼理由不給他課啊 但是 那個額度很少啊 我一個月頂多給他課個 兩三千塊吧 一個月 當然要看他年紀 那 如果是爸爸出錢的話 老爹一個月最多只會給他課個 三千塊左右 如果你想要課更多 麻煩你 自己長大 自己努力工作 自己賺到錢 你再來跟我說 我不可能幫你除更多啦 再來 我是胖子 老爹在哪裡工作 老爹沒有工作 其實老爹自己開會計事務所 老爹沒有在上班喔 那老爹自己就是老闆 好 這個 這個 看老爹影片的人應該都知道啊 沒問題 再來 老爹是在儲藏室裡面 鬼吼鬼叫的嗎 有時候影片有點回音 Jacky M 好 老爹有時候 因為一大早 到公司拍片喔 那那一天如果睡過頭 我去公司的時候 這個 很多夥伴已經到辦公室了 那老爹也不希望啊 這個 這個大家看到老闆 在這個辦公室裡面 鬼吼鬼叫啊 真的很丟臉喔 所以老爹有時候會跑去這個 這個商辦的這個 外面的陽台喔 去陽台那邊喔 然後錄影片喔 所以有時候老爹影片會有一點回音 就是這樣子來的喔 正常來講是不會的喔 只要老爹有早起喔 我會在 大家還沒上班之前 我就先到公司把影片拍了 好 再來 蘇正偉 老爹有玩車嗎 有點想看 老爹改裝重車 老爹沒有玩車喔 老爹的車子一般都不改的 就是人裝進口 非常的帥氣喔 老爹不喜歡改車喔 好啦 各位觀眾 那麼我們就來最後一次時間抽啦 還有一個人 Alan Lin 老爹你好 日後如果你有靜音券 是否可以跟你收購 我已經課了50幾萬台幣了 卻一直抽不到 梅爾薩加德 不知道老爹能否割愛喔 我所有卡詞就是差梅爾薩加德 這個 這個有點為難喔 這個東西老爹覺得 賣也賣不了多少錢啊 老爹還是比較偏向給這個觀眾抽獎啊 所以你啊 來訂閱老爹的影片啊 也許你就抽到啦 這個老爹真的不想賣錢啊 這沒多少錢啊 最後一個問題是會語言頻道的問題 老爹你好 我現在做兩份工 早上在飯店 晚上在餐廳 都是週休日 我假日都陪女朋友 下班就是玩玩遊戲 我目前30歲了 有一筆500萬的存款 我要出去開店 還是再等穩一點 你真的很厲害啊 30歲存了500萬喔 坦白講 非常的兇喔 那麼 你問我你能不能開店喔 這個完全取決於 你目前自己準備好了沒有 你如果沒有準備好 你當然沒辦法開店啦 資金你的確是夠啦 500萬我覺得是夠了 但是 你自己的心態上 還有實質上 你準備好了沒有 還有 心理因素你調整好了沒有 你不要覺得 創業就一定會賺錢喔 你要有賠光光的決心喔 所以 這個問題 還是回到你自己身上喔 你 真的準備好了嗎 那麼如果你準備好了 那當然你就可以衝啦 那麼如果你沒有準備好啊 你就算存了一億也沒用啊 好 各位觀眾 那麼今天這部影片就到這邊 你們有什麼問題 歡迎留言告訴老爹 我們下部影片見 大家 掰掰 就算了